在这儿 大哥 大哥 京城那儿 有消息吗 大哥 最近我请我师父的师父 又帮着算了一挂 说这最近冬月时运不济 那都是女人和小鬼做的罪 老四 别老扯那些神圣鬼鬼的 惹大哥心烦 我这是替大哥着想 替大哥着想 就替大哥分忧分忧 大哥 吴聘这一走 你不仅少了一个儿子 还少了一个得力的左膀右臂 我想 要不让吴玉过来给您当儿子 老四 平日里照顾你和大嫂 生意上的事呢 也可以帮你分担分担 也对得起列祖列宗 谁说冬月无后了 玉胜已经给吴聘顶了孝盆 怎么也算是吴聘的儿子吧 当初让玉胜顶孝盆的时候 可没说把玉胜过击给吴聘啊 正好没说 自古以来都是儿子顶孝盆 这吴聘不是没儿子吧 那暂时顶一下你还当真了 大哥 吴玉这两天老念叨着 大掰大妈的身体 他说 丫鬟小丝毕竟还是外人 非得自己亲身照顾不可 才放心哪 大哥 周莹年纪轻轻 就成了寡妇 太可怜了 有个儿子在身边 那就好一点 玉胜虽然才几岁 但是他懂事体贴 你现在的身体也健忘 亲自带着他 没几年 他就可以独捅一面了 别说这话 这话我爸也听 要说儿子我们家有仨的 无听无闻无招 要说孙子我们家又愈灵愈尽 你们家无听无闻无招 连个话都说不利索 怎么帮大哥分担啊 那你们家吴义去年做生意 还亏了五千多两银子 你怎么不说 要这么说呀 我们家还有吴泽呢 你们家吴泽不考举人了 考了多少年都没考上 二哥 我还要做生意啊 难了 太过了 你们三个 听听你们三个 刚刚说的都什么话 你们有没有良心啊你 吴泽现在世故未寒 你们就在这边争着 由谁来顶替他的位置 哥哥惦记着我动员的财产 还是不是我兄弟 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呢 大大大 给瞧一遍生气 这不过 这这话不是刚才都是 三哥调剂的吗 这是大哥 我的本意其实也是想 为你分担分担 大哥 平时我们的生意 都是你照顾 我们哪敢这么没良心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不要说 我今天算是看透了你们了 你们 你们枉为我兄弟呀 从现在起 我要跟你们 兄弟情断 大哥 大哥 以后大家各走各路各按天命 你们发财也好 破财也好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拿皮拿纸来 大哥 你 这话都是你调剂 都是你 你在那说什么什么什么 不是 不是 干啥你 说什么 你不怪我 我估计什么 估计什么 我你有用 听不出来 那你提你们家 四三个儿子生 你什么意思 我心里清净楚楚 不是你 海家那个是说不出来话吗 他你 我就是要考 大哥 今天的确是我们造次 以后不敢了 大哥 我错了 大哥 我们鬼迷心窍 鬼迷心窍 大哥 你放心 这事永远不提 永远不提了 大哥 我也不提了 你别生气 我给你 赔罪还不好吗 大哥 你千万别跟我们 断交关系 吴卫吴卧 大哥 你不是一直惦记着 我手上那些 土不克商吗 没 没 今天我就成全你 我都转给你 但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我兄弟 不 不 大 吴卫双 大哥 你不是喜欢钱吗 没有 逃 好 拿一千两银子来 我在三元典大行的股份 我都亏你 但从今以后 你我兄弟恩断义绝 大哥 大哥 吴卫 大哥 大哥 你千万别生气 笨 你不清 但我不价义 看在你我兄弟一场份上 你欠我的那些银子 一笔勾销 但从今以后 我不再是你的大哥 你也不用再进我 终于那大门 拿去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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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神气 放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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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把二叔 三叔 四叔 都赶出去了 是啊 外媒人全知道了 因为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小奶奶 你去哪儿啊 你去问问 怎么说也是亲兄弟呀 哪能说断就断呢 老爷 爹 娘 大夫不是让你静养吗 你怎么又出来了 爹 我都听说了 你不会是因为那天 四叔骂了我 你就和他断绝来往了吧 他骂我 大不了骂回去 没必要你们兄弟俩 闭嘴 你怎么办 我到现在才明白 老四说的 原来全都是对的 你就是那个灾心 那个烧把心 你自己算算看 从你进了冬月之后 冬月出了多少事啊 最后连吴平也赔上了庆明 爹 你不是说 四叔说的那套 你都不信的吗 我现在相信了 之前是为了救急 才让你进冬月 既然你救不了吴平 我还要你干什么 如果不是周音 吴平也醒不过来呀 吴平也醒 吴平还不是没的 那也怪不了他呀 不怪他怪谁 回去 既然马上给我滚 滚 老爷 你可都不要扭 滚 滚 周音 老爷 你这又是为什么呀 你 你是存心 要把所有人都撵走 是 为什么 为了动员 不假动员